0秒出手 分槽補償 余幻亞 槍槍之前 六投進了 這對台版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 壓哨進球 位置放殺 嗨 大家好 我是阿菲獻鍾 大家好 我是柯米豪 今天是SBL總冠軍賽 SBL總冠軍賽難得來高雄當然要支持一下啊 關我們兩個什麼事啊 這也是關我們事 可是我們身為菜鳥 我們就是要去觀摩一下 可是現在天色海藻 所以讓仔爹帶你們去高雄吃吃喝喝 走 我們現在去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的第一站就是中正機器館 如果你喜歡打籃球的朋友 你一定要來這裡看看 來高雄的朋友 沒來中正打球 就真的是遜掉了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來這裡有遇過一個 穿著布怎樣的阿伯 我記得他很厲害的地方應該是 他三分球超準的 然後他都不進去進去 然後就洗球 然後傳球 馬上就被幹掉了 來這邊被電的都是你 殊不知我來這邊拿了Nike三分定冠軍 我真的是天生英雄命 那時候不是有我嗎 你只會搶籃板而已 不是嗎 好 是沒錯 那講到這邊就手癢了 那我們一起去打球吧 我要去找看看阿伯還在不在 來到高雄 沒有來中正機器館打籃球 那就真的太可惜了 看看小柯阿菲 算掙扎SPL一整個球季 但是來到這充滿回憶的場地 他們倆也不免熱血了起來 放槍 放槍 你的卡位阿 你贏比賽都不卡位 才就只會這樣而已 怎麼叫我只會這樣 一如反掌 算了算了 我看到喔 把球拔不進投籃投得進 知道我以前被欺負的多慘喔 我都來這裡練投籃 今天運動之後 熱量消耗得特別快 接下來豪飛在地二人組 要帶我們去他們學生時代 最喜歡吃的一間店 聽說吃了之後 會元氣滿滿精神十足喔 嗨 叔叔 叔叔早 好炸 你要吃什麼 我要吃牛肉麵 加麵 六塊雞塊 大杯咖啡 我也要牛肉麵 這間早餐店 從我高二到現在了吧 差不多六七年了吧 然後叔叔跟我們的感情 其實很好 我們來這邊其實叔叔都會優待我們 然後吃東西就特別便宜 然後 他講叔叔其實講話都很好笑 然後很有情合力 這間店我們一手跟三民的 都一定知道 就是從我們這個體系的 一定都會知道這家店 這是我們球隊的營養師 我們叔叔 早餐要幫他們做得好 早餐要幫他們做得好 早餐要吃得飽 才有每天看到的精神 你不知道我去哪裡 我知道啊 那一碗了嗎 一碗了 輸啊 那時候 對 老闆你出的機會 對不對 看看你過的時間 對 吃飽喝足之後 兩位在地人 又要帶著我們到處逛逛 每輪美奮的市地圖書館 工人聳立的八五大樓 都是高雄不得不看的著名地標 但是年輕人 就是要去充滿青春氣息的地方啊 那你要去哪裡 沒有 我們就是新鱈江 新鱈江都是買衣服的地方 那通常我去新鱈江是夾娃娃 跟人家碰到 對 他超厲害的 沒有沒有到厲害 因為太久沒夾 是那種感覺 差不多去給人家變大樓啊 然後去夾 讓我們小吃的生活 坐在背包上面 太厲害了 我曾經有想跟他學 可是太難了 選不起了 很難 很難 因為那個要角度啊什麼 而且每台機器都不一樣 對 每台機器 所以很難選 所以我一陣子有想要選一個地方 希望阿伯你可以夾一個影片 然後帶我去台北 對 展現一下身體 然後看一下 位於市中心的新鱈江 是熱心港度的時尚天堂 這裡遊吃 遊玩還很好逛 難怪阿費喬客 從小就喜歡來這裡晃 沒有 要 不想夾哪一台啊 哪一台 因為那台不好夾 怎麼說啊 那要看他的角度跟快慢 所以說他角度不好 按下去等於是白夾的 所以我都會試一次 然後再 夾一次之後 我一看這不好夾 那我就會換別台 不會去一直強迫要夾這台 因為這樣很浪費錢 回到熟悉的地方 阿菲夾娃娃的慾望 又被挑起來了 只不過今天的他 似乎有點撞牆 一直找不到最佳手感 各位觀眾 這是我今天的成果喔 太弱了吧 今天的成果這樣而已 今天 讓你解釋一下 給你的機會反駁一下 今天夾娃娃的感覺不對 所以沒有夾中 可能今天手感不對吧 就像他打球一樣 他投不起來 這下次有機會 有夾到 再拿給大家看 行倔江如果逛累了 想要找個地方休息 也不用怕沒地方去 果力調節 就可以看到一個 讓人放鬆心情的好地方 過了一個馬路 整個都不一樣了 是特別的悠閒 讓我也有充滿回憶的地方 又有你的回憶了 又是怎樣回憶 又是和女朋友回憶是不是 當然不能這樣講 就是朋友嘛 就是因為以前高中生 就沒有什麼錢 然後就也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就來這裡 又特別的漂亮 然後特別的 悠閒 然後可以走走 然後空氣也好 很多樹又很涼 我覺得是很好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叫什麼呢 是城市光廊 就是中央公園站的旁邊 一上來就會看到了 那你帶我來是想要 我沒有這麼不挑 韓國的空間 大片的公園綠地 這一座城市光廊 就像是都市裡的 空氣濾鏡器 享受完 難得清醒的分多金之後 整個人就像是 沖完店一樣的清爽 接下來就是要前往今天 最重要的行程 今天來到我們的最終賽 就是SBL總冠軍賽 那你對SBL總的想法 其實前兩年都有來看冠軍賽 這種冠軍賽是每個人 SBL球員一直很想要的 但我們今年很可惜 被淘汰了 但我希望以後 我們一定有機會 能來打冠軍賽 挑戰冠軍 拿到冠軍 那你咧 你今年應該很厚吧 超厚的 我們兩將受傷 我也很希望可以跟阿飛 一起在冠軍賽遇到 然後希望我會在他面前 投進三分 嗆一下他 你不要被我扣就好了 好 那如果我們明年預計 就是一起加油 打進去我們 好 就這麼說定 好 身為菜牛的小柯阿飛 算第一年都有不錯表現 但很可惜 無法回來高雄 打總冠軍賽 比方身為地主的他們 在新秀球季多了些許遺憾 不過相信他們 只要持續的堅持 總有一天 一定可以踏上這個夢想的舞台 完成教練球迷對他們的期待